在意大利的这段时间里 我喝咖啡的方式是这样的 我作为Espresso的发源地 来到这里之后 我也入乡随俗 平时以喝美式咖啡为主的我 也改成了喝Espresso 这次意大利之行的主题是 喝咖啡 看世界 带着我们的咖啡和大家一起 看看世界 此次行程 带着我们的穆妈妈咖啡 行走了三个城市 米兰 黎米尼 罗马 感受到了不同地方的咖啡文化的同时 我也让这些国际友人们认识 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咖啡烘焙品牌 和我们的咖啡文化 本期视频我将跟拍一个温州小伙的一天 他在米兰的咖啡店已经开了十年 我带大家看一下 米兰的华人的咖啡店的真实的情况 他们卖什么咖啡 他们经营的方式 每个客户都跟我们吵架的 都说自己是老客户 都要保持原来的那个价格 但我们真的做不到 他们这一块衣 我觉得也不算太多 没那么敏感的 首先他们本来用一个硬币来吃早餐的 但是现在要两个硬币了 十年都这么习惯的嘛 很多客户直接给我们丢个硬币就走嘛 但我们现在都要把他们拦下来说 我们这里涨价了什么的 要再多一个硬币 小的 对他们就很不开心嘛 但现在已经涨了几个月了吧 那我在想别的店有涨价吗 都涨了 都涨了 我们还算比较好一点的涨了10% 很多人涨了20%到30% 米兰的 最贵的应该是星巴克吧 三块 那我觉得星巴克应该本地人去的少吧 都是游客 基本上都是游客 对啊 要么是高级白领嘛 有些人就觉得要那个吊吊嘛 嗯 但是意大利这边喝咖啡 不是一种习惯 喝的也快 走的也快 对对对 有空的话你早一点过来 然后你就看 他们都是喝一口就走 而且咖啡很烫啊 你不觉得很烫吗 他们就直接一口就走 但我觉得来这边 他都是吃早餐的嘛 对吧 那早餐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吃的 和一个喝的 不单是只买一杯咖啡 但是有些人就不吃嘛 他们自己会口袋里自己塞个 超市里买好的面包什么的嘛 这么省吃俭用 会的 意大利的生意很不好做 我今天早上我去你叔叔的店里边 我看有一个老太太 她一直在那边按那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彩票 彩票对 意大利除了彩票还有瓜瓜乐 华瓜乐卖的也 意大利是卖的特别好的 因为它的奖品比较大嘛 而且意大利非常信任这个东西 所以每个人 他们宁愿就是喝一杯咖啡 但瓜瓜乐就要买5欧的 或者10欧的 甚至买20欧一张的都会买 那个是舍得的 就是男女老少都会买 对 这个是火车吗 这个会经过火车 就是你买瓜瓜乐中国奖的 有 中国一万五元的 七万人民币 那你当时就只买了一张吗 还是买了很多 那肯定不是嘛 可以买过很多张吗 这个人是拧不了的 这个瓜瓜乐放到你店里面 就是店里面是有抽成的吗 还是没有抽成 税后的话 差不多在3%到4的一个抽成 就是举个例子 10欧元的嘛 我们只有3% 也就是0.3欧是我们的嘛 嗯 其他的我们就是给 给国家做个服务嘛 其实我们风险蛮大的 因为一天可能买 5000欧 一万五元的瓜瓜乐对吧 嗯 但是你也知道 意大利质量不好嘛 那假如说哪天 有一天小童进来了 那损失就是你的了 简单一点 把你瓜瓜乐偷了 那也是你的损失 我们有很多同行嘛 就可能被偷挂什么的 那国家是不承担任何 方面的一个补助啊什么的 就损失是你的嘛 有些人就是很变态的 自己戴个手套 因为刮嘛 这个时候会刮的黑黑的嘛 他自己戴个手套 戴个硬币 就通缓的刮 拿到工资那天 他全部花在瓜瓜乐嘛 因为你哪怕他们 他不吃不喝就玩瓜瓜乐 对啊 因为他这个会上瘾的 2000欧远 你可玩的 肯定要玩个1万欧远嘛 因为你肯定有很多张瘾的 你就换一张换一张换一张 一直换 然后最终还是输得回家嘛 哇 月底或者月末过来 因为那时候是发工资的一天嘛 特别好 瓜瓜乐的声音会特别特别好 你会发现在月初或者月末 他们的早餐会丰富一点的 会吃的好一点 会带面包的 有时到了可能中旬的话 面包他们是不要了的 当然还是要喝 你看这左边 左边你能拍得到不 能拍到 其实再早一点会占很多人 这里就是送免费的面包 就是补助嘛 很多人就是睡在路边的人 意大利人很多嘛 然后这里可以免费领面包 牛奶 免费领 你也可以领啊 你每天可以去试一下 他不看那个的 不看你什么人 就直接给你 他就是专门针对这种低收入人群 是吧 对的 但你也可以去领啊 你每次坐 你也可以 排个三个小时 领个领碗 领个面包 但这种的话 对于我而言的话 我觉得 对老百姓是不好的 因为你想 你不干活 你也一样的可以领到东西 那你还是继续不干活 如果没有这种机构的话 那这种老百姓 可能就出来干活了嘛 你也可以正常买早餐 或者正常在家里吃饭 你只要是意大利人 你有这个证明 你找不到工作 就可以领底薪 好像800欧元左右 一个月是吧 对 你就可以不用上班 你可以待在家里 每个月领800欧 所以我们后面就一直找不到远工人了 那就说他不想干活了 对 干活你领个1500 不干活拿800 对 我可能会选择不干活 那你来我这里上班的话 你要坐个公交吧 你要花点钱吧 我还真是 对啊 你可能到手了的话 还没那么多呢 还上班 但是这些你不觉得 会让老百姓不想上班 最低 你没有经验的话 差不多1340了 米兰 我说的是米兰 米兰高一些对吧 对 米兰会比其他城市会高一点 因为本身生活的那个成本 成本也高嘛 但是普通的正常的现在1500起步 我经营为你1800 都在我们这里上了很多年了 这个也是咖啡馆 这个也是咖啡馆 它们冰淇淋的咖啡 这个是外国意大利人开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开的 这里离市中心大概四五公里吧 我们驻地铁的话到米兰大交 那个是我们咖啡馆 到大家庭的话 差不多地铁三个站 这个停车怎么收费一个小时 我们是包月的 包月 对 100欧 一个月100欧 你这个店的面积是 大概多少瓶 上下大概有200瓶吧 两层 两层 但我们楼上目前没在用 外边坐了人还挺多的是吧 对 大部分人为埃及人 埃及人特别爱喝咖啡 一天八杯都是浓缩 走 进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 老客人是吧 对 这是啥东西啊 定紙一样嘛 总是帮我们买的 这个卖台挺好的 对 卖得挺好的 意大利人的早餐 就是以可送为主嘛 还有几个饼干 还有馅饼 还有馅饼 这里呢 我们是埃及客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中间也放了埃及人 就是中间的那个 就是中间那个是吧 对的 你看咖啡一块一 面包一块一了嘛 那里可送嘛 咖啡一块一嘛 这里做面包做骨汁 你喝什么 喝杯浓缩 可以呀 好 你看这都是他们刚才已经喝完的浓缩 就走了是吧 这全是浓缩杯啊 都是浓缩杯啊 没别的 哈哈 哈哈 慢用 一路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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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这边呢我看都是偏 上年纪的人多一点 对吧 这个点 明天在上班嘛 所以年龄大的人反而喜欢坐在咖啡厅里面 看报纸 哦 他们那边在算下账 算账啊 对的 这两块的年纪额 这块的高还是这块的 当价这里高的高的多嘛 当价肯定这个高啊 一包烟平均五块欧原嘛 啊 咖啡一杯也就一块一块 卖一包烟就五杯咖啡 烟的利润很低嘛 又是国家控制的嘛 这几次 这个长得去 这个 有点值 你俩大了 那去你回来 基本上桌子上全是放的都浓缩呗 哇 不要拉花啦 neighborhood 快了 哈哈哈 然后就买了这几张这种瓜瓜乐 试试熟呗 这个饺子你们做的好像意面啊 就是也是用意面的那个面粉嘛 然后它是包在一起的 就变成一个饺子嘛 对 变成一个饺子 哦 我去 我就在讲他们不会在家里面用 我自己做 煮得很好 没有浓缩这个味道这么好吗 它们是一种习惯 我觉得你们的咖啡机用的是已经是很好的咖啡机了 我们还是对咖啡机 对咖啡机的出点是有办法的要求 所以以前我们老的机器人 后面价格这样大嘛 他们就给我们配了一个商口 只是满的时候用手锅 因为那个根本等不了嘛 它让它抹 先抹哈 对 太慢了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就变成了 就是满的时候直接用手锅 我去原来是这样 那就是早上的话就手锅的 很不手锅 先抹好 咖啡机抹东西都是他们手锅的 不用买哈 不用买 你一天喝几杯 素 素 你这个完全就是吃饭习惯 人这边就一样 中部的咖啡我还不管 太酸了 太酸了是吧 还是这个香一点 这个浓度有 真的就入乡随俗 我来到这边了之后 在这边我都不敢点美饰了 大家都喝Espresso 你点一个美饰 它会愣你一下 知道吧 这个三百米当中 四百米当中只有我可以卖烟 所以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说 我可以卖烟 哪怕那些一带一脸不喜欢我 那边也不许人进来买个肥烟 买个烟咖啡也带走 对 咖啡也带走 流量密码原来是这个 跟拍了一天 发现他们通过这种 复合式的经营模式 让他们的咖啡店运行良好 下期节目我会带领大家 去意大利中部的海滨城市 尼米尼 感受一下中部意大利的咖啡 美食 还有一家神秘的咖啡机工厂 大家期待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好